大家好,我是QRTT1,簡稱QT1 然後我今天要帶來的題目是 Reading and Multiplying the Source Code of the DBT Adapter 那題目呢相信大家都看不懂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先問一下有聽過DBT的請舉手 我們進來有人聽過,太意外了 這不是安裝,他們不是安裝 然後議程開始之前 因為怕大家那個上午太累 所以我先把那個共筆先寫好了 所以你如果看到快睡早可以看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就是 好,如果你真的有重要的事情可以先走 因為我會 下午會釋出昨天預錄的版本 練習的時候的 好,那我們來開始我們的投影片 好,那我們先簡介一下我自己 那我自己本身有參與一些加把的社群 那主要是在提到這部劇裡面的活動 那我們今年呢也有辦JC康福 她在10月6號 然後雖然正式的真稿已經結束了 但是呢你只要能夠E-mail到我們工作人員的信箱 你還是可以繼續投稿的 好 那我平常有一些閱讀這個 閱讀跟寫程式碼開發筆記的習慣 那當然不是專門為了要寫閱讀筆記 而是為了教學的用途 因為有很多社群的新手他們覺得說 沒辦法在這個某個領域裡面進步嘛 那其實最快要進步方式就是去寫你的閱讀筆記 所以這邊的東西都可以參考 那這個每個link在供筆裡面都有 好 那來開始介紹一下我在那邊工作 那基本上我來自一間小公司叫做Infuse AI 那 因為公司太小所以通常沒有人聽過 這是什麼公司 所以呢 好簡單介紹一下我們老闆是誰 我們老闆就是村長就是高家良 所以大概就有人聽過了 那這是我們目前在做的新產品 就說左上角的logo 好 那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一個題目呢 我們為什麼會需要改DBT的收拾code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產品叫Private Rider 它幫助使用者在用DBT的時候 能夠獲得一些更好更細緻的結果 那使用者呢 因為我們身為一個新創公司 最重要就是從使用者Feedback裡面 得到一些重要的ID 那幫助我們能夠走向PMF的階段 所以呢我們去訪問使用者 其中一個需求就是說 他想要用DBT去建它的Pipeline 但是他想要知道它的code是多少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好 那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DBT是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先從一個Data Pipeline 開始來入手 那所謂Data Pipeline呢 就是一個你建立資料流的工作流程 那像我們現實世界的資料 大概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 那首先呢 我要建立一個資料流 我必須要去收集我的資料 那資料來源呢 舉例來說大概有這三類 一個是你自己應用程式的資料 或是你有做IoT的服務 那你有非常多的Sense Data 或是呢你非常主動的想要收集一些資料 你會寫一些Cloud去把資料爬回來 那這邊就是Rodata搜集的階段 好 那Rodata搜集完之後 我們要幹嘛呢 那依照這項的趨勢呢 我們習慣呢 把資料的處理呢 放在雲端或是一個強大的VP上面 那這就是所謂的Modern Data Stake 那做的事情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件事情是說 在這個領域裡面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熟悉Seql語法 不管你是資料科學家 或是資料分析師 或是資料的工程師 每一個人幾乎都會寫Seql語法 那先不論你的Storage 是不是真的RDBMS 就算是NoSeql 它也是提供Seql語法讓你查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語法 那幾乎每個人都會這樣寫 然後再者呢 是Database是一個非常成熟的資料處理產品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做各種的查詢的優化 或是儲存的優化 那你只需要這樣子把它塞進去的 你就可以獲得非常多的好處 那包含你的Scaling也會非常的容易 那再來呢 這麼做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說 我們所有人的資料匯集到一個地方 我就一個Single source of truth 怎麼說就是 我不會因為我的資料放在不同人的電腦 或是不同人的家裡的帳號裡面 我可能會取在不同時間點裡面 取得不同的資料 我們大家都看的是同一份資料 那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做的唯一事情呢 你就會像我們過去做資料庫的正規化一樣 你這邊至少把一個一階正規化的資料 在要知道庫裡面就可以了 好 那在另外的階段呢 當你的資料正式進入到你的Database之後呢 我們就會進入一個所謂Datmodeling的領域 那以DBT來說呢 他會推薦你做的其中一個modeling的方式 叫做Dimensional Data Modeling 他聽起來是個很高大上 他不知道在幹嘛的東西對不對 其實他很單純 首先他把資料呢分成兩塊 一塊是FAT 也就是事實的部分 一塊是Dimension 那舉個例來說 假設你在做電商 好 你有很多的交易資料 一筆一筆的資料 那隨著使用者購買你的東西 那你的資料會進到你資料庫裡面 最後是要我們的DB裡面 那這個東西呢 接近最原始的資料就是FAT 也就是實際上 實際上已經發生過的每一個事件 直接存到資料庫 好 但是呢 針對這一對FAT呢 我希望呢 有不同的視角去看待這個FAT 比如說呢 我希望能夠弄一個 一個紙table 去幫我去看說 他每一季的營收是多少 那這就是不同的視角 或是說呢 我想要知道說 每一季不同類別的 哪一個銷售的產品是最好的 這也是不同的視角 也就是所謂Dimension 所以呢 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大家就 在短短的一兩分鐘內 學會了所謂 什麼叫Data Publish 什麼叫做Data Modeling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來進行下去了 好 那因為剛剛那些流程 他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工具去管理的話呢 你的專案會會非常混亂 他可能散在各種不同的Project裡面 所以呢 DBT呢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Project的管理工具 幫你把所有的 需要做Transformer的 所有SQL的 不管是你要鍵 鍵Table或是鍵View的東西 全部篩在一個專案裡面 那篩在一個專案裡面有什麼好處呢 你就可以進行所謂的Version Control 或是做那個Dependency的分析 好 那實際上他專案結構呢 就會像那個 化名上長得像這樣子 他就是一個巨大的專案 然後你會放Models 那Models呢 就照我剛剛講的方式呢 去做Modeling 那比如說呢 我這邊可以從某個Source裡面 去設定某些資料 然後做一些轉換 比如說我要統一 好 我的ID的名字呢 不管他叫什麼名字 我把它統一成ID 像這樣子簡單的轉換 然後最後呢 再去做最後後端的 所謂不同的Dimension的轉換 那這個Code細節呢 我們先不理他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整理呢 我們會可以獲得一個DVT的Project 那你的所有的轉換的工作呢 除了第一階段的Rotear Collection的部分呢 你可以非常棒的把你的專案呢 整理起來 而且在這個可控的情況 好 那前面講完之後呢 我們知道DVT Project有這樣的好處 但是呢 我們的主角呢 DVT Adapter還沒有帶到 那DVT Adapter是幹嘛的呢 因為我們知道嘛 我們就是在關注哪個階段的Transformer 那這個Transformer裡面呢 他其實就是幫你去DV裡面下規律 或是下Create Table這些動作 好 那重點來了 不管你用什麼程式語言 你要對DVT做動作 你就要安裝Library嘛 比如說我想要對Bitquery做動作 我就需要安裝Bitquery的Library 所以呢 這每一條Transformer的線呢 指示的部分呢 也就是他透過你的Library去 對你的DVT去下Query 那如果我們看左下角的Config檔呢 它這邊就是指定Library Type 叫做Bitquery 所以呢 這每一條線就是幫我們下Connect 去建立Connection下Conment的部分 那我們要改就這部分的Source code 好 那接著呢 我們來簡單的分析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達成我們的目標 你的Source code 回到我們的問題就是 我使用DVT BigQuery adapter 那我想要知道它的Cost 它的Cost呢 我可以在網路上查到 但是呢 先我們現在分析一下 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好 第一件事情呢 我要先去獲得一些知識 那至少要兩個知識 第一個呢 是怎麼算Cost 然後預估它的用量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需要去 確實的掌握的Python的基礎語法 跟Bitquery的使用 那再來呢 一旦我有這些知識之後呢 我就可以去設定一個實驗環境 因為呢 你需要一個環境 能夠讓你 能夠讓你把它 毫不在意的把它弄髒 然後再把它回復到某個階段 這樣你會比較好去做實驗 簡單說 你要把DVT Project 設定起來 然後還有設定你的開發環境 所以呢 我現在的Baseline 就在這個階段 好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DVT Project 然後它可以跑DVT Run 然後跑完之後 我就獲得 我剛剛圖上的那些Graph 也就是 也就是上面這個 這張圖 DVT Run完之後 或DVT View完之後 我得到這張圖 好 這就是我的Baseline 那我就透過呢 這邊的環境跟知識呢 去達成我的目標 那最後呢 我會獲得呢 好 一個簡單的POC 我把Source Code改掉了 然後呢 真的去得到我想要預估的值 那最後呢 如果我們再有時間 這邊可以做Page一個新的 或是Page Page Page Source Code 或是Page 建立一個新的Adapt 好 那附帶一提這個 所謂建新的Adapt 是本來的 本來想要做的演講內容 但我發現呢 30分鐘大概講不完 所以我們今天換成講主要概念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開始講一些 大家需要 進行這趟旅程所需要的一些知識 好 首先呢 不管你透過Google 或是透過GPT去問他說 我到底要怎麼去估算我的 我的這個所謂的花費的時候呢 他會給你一些建議 他說呢 好 如果你是用Compend Line 你可以加上Dry Run的Flag 或是呢 你在程式裡面把Dry RunFlag打開 那你在接下來看下去 我還告訴你說 好 好 如果你打開Bquery的Console呢 你可以看到說 他的右下角 一個綠色的地方提示你說 這個query下下去之後 他會花多少的Data 他會使用多少Data 好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Data呢 去預估我們的用量 所以這就是我們目標 那然後呢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TAB 還有各種的語言的實作 好 那因為DBT呢 是Python實作為主的 所以我們開一下Python的TAB 好 然後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說 好簡單的說 我們跑完這段Code之後 最後一條呢 他幫我們算出結果了 那大家不用擔心 在我的演講裡面 字太小的都是不重要的 所以不用太仔細看 好 所以呢 我們把那個Code呢 先弄回我們的簡報裡面 長這樣子 好 那依照管理字太小的不用給他 好 好 那我們要關注什麼事情呢 好 我們必須要關注 就是以TraceCode的觀點 我們真正關注的是 那些不會變化的東西 所以呢 我這邊所謂說 大家要去了解 Python的基礎語法 並不是說 我指定你 你要看完Python的基礎語法 你才可以來開始做我們這件事情 不是這個事情 好 好 我們要真的關注就是說 好 這份Code裡面 哪些東西是不會變的 這才是我們真的要關注的東西 所以呢 我試著帶大家練習一下這個視角 好 比如說第一句呢 他是Fund什麼東西 然後Import什麼東西 那實際上他就是 Import某個Module 那我們知道 他這邊所謂Module 就是一個以.py結尾的檔名 他可以被Import 那Package呢 就是Module之前呢 的那些所謂木屋結構 所以他就會 如果我們不去看Code 我們可以直接想像說 他是長這個樣子 大概會長這樣 可能不會長這樣 因為呢 Module名稱 他不一定是要真的檔案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 看Code 就回推 想說 當時在寫的人 他大概會寫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結構呢 是不會變 不會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 我跟你 安裝同一個版本的 the library 在我電腦裡面長這樣 在你的電腦也是長這樣 所以呢 我們要呼叫他的時候 也應該是這樣子呼叫 所以這個東西是保證不變的 所以這就是 第一件事情 我們透過一個簡單的視角轉換呢 來學習 trace code 你應該要關注的焦點 好 那再來 還有什麼東西是不變的呢 因為我們已經 Import了 Bitquery這個Module 了嘛 他這個Module之下呢 只要同一個 同一版本的Library裡面 他應該也是不會變 然後Module裡面的Symbol 也是不會變的 什麼意思 所謂的ClassName 或是FunctionName 或是Module裡面真的其他變數 他都是活在這個Module的Namespace下的 他也是不會變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 這一句 clie等於Bitquery點clie 然後一個括號 好 除了那個前面的clie 是變數之外呢 你 如果真的去做trace code的話 應該期待說你看得到這一句話 所以我們透過一些簡單的視角轉換 你可以告訴你說好 如果我要trace code 別人真的用這個Library 我直接做自傳search 就馬上可以找到我要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不用在茫茫大海裡面 找到一個 去從頭開始找到我想要改的地方 實際上我們就透過簡單的 寫小技巧去弄它就可以了 好 那 這張圖呢 是最後的全部視角展開之後 你會看到說我標示黑色的部分呢 是 是絕對不會變的地方 好 那灰色的部分呢 是它是optional 也就是說 別人雖然可以這樣寫 它不會變 但實際的開發者呢 他並不需要這樣寫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dry run flag 就是一般正式的production code 它大概不會去code dry run flag 雖然我們知道這個東西不會變 但它不一定會被使用 所以呢也許我們不可以依賴它 那另外一個東西呢 還有不會變的 請看一下橘色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比較關注的自傳或是常數 或是被hard code在你程式碼裡面的東西 這東西也是不變的 但是呢我們正常時候 trace code用不到它 但你在做troubleshooting的時候用不到它 為什麼呢 它比較常出現在essation被丟出來的時候 所以呢 當你essation被丟出來的時候 這自傳呢就是非常重要的訊息 好 那因為呢它不一定發生 所以呢我們偶爾依賴它 不總是依賴它 好 那大張就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差不多呢要進入live demo的環節了 那live demo前呢 其實就先耳提便命一下 就是 好大家去做trace code呢 最好先準備好你的工具 那推薦呢 你最好能夠先設定好你的debagger 那 因為呢今天時間比較有限 我們大概不會設debagger 所以我們就直接硬幹 直接做自傳的比對就好了 好 那你用vscode或是pycharm都可以 只要你喜歡東西都可以 或是你用 因為如果我們單純做自傳比對的話 這個情況它不是很複雜 需要long time觀察的東西的話 你大概不會用到debagger 好 那如果呢 你真的有時間設定呢 就是設定一下這些東西 然後讓它可以跑下去就行了 好 好 然後我切一下我需要demo的view 啊 demo 好 那首先呢 我剛剛已經確定了 我有一個dbc的專案 然後跑起來長這樣子 還有一些東西 好 我們順便用一下剛剛的知識 你看到這邊有印一些 比如說有多少byte被處理了嗎 像這個自傳 hard code自傳 它肯定是不會變的 所以你可以在那整包的librar裡面找到它 所以呢 如果你完全沒有頭緒的時候 比如說我還不知道 Bitquery怎麼用的時候 我可能就去攝取它 看到誰印出來的 然後 debug的breakpoint是在它身上 看一下誰code它 你大概會找到你的東西 好 所以實際上沒有沒有很複雜 那我們舉例呢 我們剛剛說不會變的東西嘛 就是這些 好 好 那首先呢 我關注不會變的東西 好 第一個呢 我們看一下這行 好 第一行看起來 Client等於Bitquery 然後呼叫它的 class的建構值 這樣呼叫下去之後呢 好 因為Client是變數 它可能會變 所以我們不理它 我們直接搜尋這個看看 我們直接來搜尋code 裡面搜尋 Bitquery.client 好看起來有出現一些東西 那我們簡單的使用一些 小撇步 幫它加一個 加一個括號 看一下我們比較少一點 你會看到說那個搜尋的東西 明顯的變少 那看起來其他行呢 都不太像 因為呢 除了第一行之外 其他行是註解 或是在文件裡面 所以看起來大概只有它 會是去使用我們的 的內容 好 所以它這邊抠下去之後呢 就會去把這東西建出來 那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更有用的東西 怎麼跟我印象動態一樣 真的有找對嗎 好 Bitquery.client 好 這塊擋這裡 然後呢 它最後呢 會被這裡使用 好 那我們先繼續 那再接著呢 好 我們關注一下 呃 因為呢 Bitquery.client 它可以篩config 但是呢 config是一個optional的動作 不一定要篩config 所以我們先跳過它 我們不管它 那我們直接 規律一下 client.query看看好了 我們 雖然這client呢 它並不是可靠的不便的存在 但是我們還可以碰一下運氣 比如說 queryclient.query 好 好看起來呢 有一些 像是我目標上呢 需要使用到的東西 好 這樣就看起來很眼熟 看起來它也許會被用到 然後呢 它看起來會吐些結果 但是呢 我沒有很肯定 怎麼辦 簡單的說我們直接把它印出來就好了 好 所以呢 它credit完之後呢 獲得creditjob 所以我們也看到剛剛 sample code 裡面的所謂的 jobconfig 好 那我們直接跑一下 看一下它到底會不會出現 好 我先去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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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改完之後馬上跑 那個Curry Drop真的出現了 我們改完之後馬上跑 那個Curry Drop真的出現了 好 那我們看到我們改完之後馬上跑 好 那個Curry Drop真的出現了 所以表示呢 我們大概離目標很近了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小超 這裡Curry Drop完之後 我們可以印出所謂的 Total Bytes Persist 好 把它印一下 印出來看看 好 我們Total Bytes Persist 好 我們試著印Total Bytes Persist 但是呢 IDE呢似乎它的提示裡面 告訴我們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它有另外一個Field 叫做Total Bytes Build 這看起來是不是比Total Bytes Persist 更好用一點 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是我一直實驗下去之後才知道的 所以驚喜的時候就在這一刻 有時候你在TraceCode的時候發現說 你得到比原本的文件更有用的訊息 讓我們把它兩個都印出來 好 那我們再跑一次 所以呢 以這個Case來說呢 我們先去參考Sample Code 然後分析出不變的東西 然後直接呢 到你那個 安裝好那整包東西 直接去硬幹自串把它找出來 然後把Code改上去 看一下效果對不對 我們先確定一下我們概念上是不是合理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好 比如說我們看最後一個 它這個Create Table呢 建了99個弱 然後花了6.5個K 這這 好 這不管 總之呢 這邊是6K多嘛 它是 它預估6K多 但實際上它被計費是這麼多 所以看起來我們應該用被計費的那個 我們的預估才不會不準 好 所以目前為止呢 我們就簡單的透過了自串比對 去找所謂的不會變的東西 然後呢 改Code 硬把結果給生出來了 所以最後呢 我們的 概念驗證的大概就到這邊結束了 看一下 好 那我們的目標其實要把這個結果收集出來嘛 那我們先簡單的加速一下 先把我 預先 預先弄好的 東西呢 給弄回來 好 好 這是我Page的版本 按錯了 好 Page的版本發生什麼事呢 我把剛剛那個結果呢 先把那個 東西呢 做一個轉換 轉成Dictionary 因為我想要輸出Jason 到時候呢 做加總呢 比較方便 然後呢 我還改了什麼呢 就針對這個東西呢 當我程式結束的時候呢 好 當我程式結束的時候 把Dump出一個檔案 然後告訴我現在大概花了多少錢 其實就是做這件事情而已 好 那我們來跑一下我們的PoC的完整版 好 那他最後跑完他寫了一個檔案 然後他總總共被計費的用量就是這些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用量呢 再去Bitcoin的報價表裡面 把它換成實際上會花的錢 所以事情上就是這麼的容易 好 那我們來偷看一下我們實際上存的檔案 他會長得像這樣子 他說 好 我每一筆資料就是 我是拿一個project 然後呢 他實際上被處理多少 他預估處理多少 他實際上呢 他寄費多少 然後這是我的account 然後他的 在GCP裡面登記的JobID檔這樣 還有他實際上的指定的Message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整理 把它弄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呢我們就做完了整個所謂的PoC的部分 這個PoC的哪 好 都是這一頁的 好 我們呢 探索完了 到after呢 我們手動呢 去加print把它弄髒 把我們要結果先硬幹出來 最後呢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patch呢 把我們要的結果呢 顯現出來 那在下一步呢 就是建立一個新的真的DVT adapt 去幫我們做BQ計算 因為呢 你大概不會告訴你的客戶說 請你幫我patch某些檔案的call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結果嘛 所以我們要做 又可以安裝給他的東西 那這是 我有事先做好一個PoC的版本 好 那因為這是PoC的版本 所以你看到這個大概是上個月做了 因為這個上個月本來講題號設定的內容 但是我發現呢 這個30分鐘大概講不完 所以簡單跟你說 我做了什麼奇怪的事情 我先呢 用DVT官方的這個PoC的那個 adapter的 建立出一個簡單的專案 好 那接著呢 我不是真的去全新寫一個adapter 因為呢 我們是Python嘛 我們動態語言 好 動態語言呢 可以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可以做monkey patch 所以呢 我做了什麼事情 呃 前面這邊看了 跟我們剛剛PoC式幾乎一樣的邏輯 就是我把結果轉成Digionary 然後做了要輸出json 那 好 我做了 邪惡的事情呢 就是說 好 當我的這個adapter被low起來的時候 我去patch原本的 BigQuery adapter 然後呢 把一些function換掉 換成我要patch的版本而已 這就是簡單的 簡單的實作 因為有時候我們真的沒有時間 從頭到尾寫一個新的adapter 因為你的公司呢 你可能要支援的database很多 比如說 依客戶來講 他大概需要支援 BigQuery 或是 或是Armarion的Redshift 或是Snowflake 像這些都要支援 我們不可能每一個從頭開始寫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去達到我們要的結果 好 那我們今天的演講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 呃 進入一下QA時間 希望大家沒有被這個 沒聽過的主題給打敗了 希望大家還行的 有沒有人要提問的 雖然我不一定會回答 好 看大家很沈默 那我們可以回到第一頁 就是有我的email 如果你還有問題 會後想要討論的話也可以 那我們的公司呢 是做Private Rider 他是基於DBT的一個 資料在優化的動作 因為我們可以做各種有趣的事情 好 然後如果你想要看簡介的話 在這上面的 我自己準備的供筆有一些 我自己準備的供筆有一些 好 那如果沒有提問 我們就要到這邊結束囉 請 請說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剛剛那個TOTOPUD 跟TOTOPUD 超級多的 超級多 就這樣就要用來 超級多 好 為什麼TOTOPUD 跟TOTO TOTO TOTO PROCESS的差這麼多呢 主要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 雖然我們每個月有規定 自己大概想要花多少錢 但實際上就是會用超過 這主要是有一些 因為有些東西是 有些花費是說 你真的query之後 他連鎖反應下去的 他並不是說 你第一層就看得到這個 這個數字會花這樣子的錢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 為了建一個巨大的table 他中間會建很多的小table 然後再把最後東西組合起來 那有些他沒有辦法在 不真的跑planner的情況下去 去把東西跑起來 比如說像很經典的例子就是說 有的 有的db的library的explan 的那個planner 他真的會去偷偷跑你的sql的東西 或是說 那我們舉個 假設不舉db的例子 舉經典的linux的那個ld的例子 他可以幫你去看你的library的dependency 但是他有機會幫你偷偷執行你的程式 所以這個是要注意的 那萬一他如果不幫你 他不幫你偷偷執行你的程式 他就要透過一些現有的mal data 去幫你去建出所有的graph 才知道所有的資訊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原因 好 還有沒有問題想要問的 請說 現在不只能像剛剛的 接到一群以上 都這樣做 但實際上他是 不在 他會真的 等到一群以上 都可以用 對 因為我們是接在 他原本的query之後的 那個query job的result 然後偷偷把他一些資訊 再拿出來用而已 因為我們原本的計畫是說 假設我沒有bill的byte的話 我就必須要在他跑之前 偷偷幫他下一個dry run 這是我原本的計畫 但是呢 我研究到一半之後 發現說 我的 程式一寫下去 ID提醒我說 有另外一個欄位 叫做bill的bytes 那我覺得說 這東西看起來跟make sense 我也不用額外加 很多奇怪的call在上面 所以我就改變我的想法 現在是 會不會 是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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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那是在做Local Android 類似的東西 有納別的地益很有費用的 有被使用的可以拿來選擇 那或是像我們接到Local Android 能夠測試的方法 老實說我不知道 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在做 POC 的階段 那各種的情況還沒有特別去考慮到 那至少以目前這一個 POC 在我們公司裡面的Party 不算特別高 只是因為我某天研究的時候覺得說 跟大家介紹說這個探索的過程很有趣 所以才把它拿出來講 對 好 那還有沒有想要提問的 雖然我不一定會回答 因為這些都是我第一次講的東西 請說 對對對 那他升版 他升版 因為我是Page 沒錯 確實他會升版 那他升版主要要變的部分其實是在 DPAdapt本身的Library可能會變 那 BigQuery本身的Library幾乎不太會變 對 所以我只要 反正這個他升版要Page很正常 那我們 因為像我們公司很多的專案 都會直接跑那個 CI的Test 直接給一個Matches下去嘛 所有Python的版本的組合 跟DPT的版本的組合 再加上所有的Seql Academy的組合 或是再加上Windows版本的組合 各種全部一起測 所以我們真的要做的時候 是各種組合下去測的 確保說使用者在各種情況下都不會壞掉 對 對對對 對 很正常 DP他自己的對不對是這樣 他每個版本都自己Page一次 或是說他不 他知道他不需要Page 但是他還是要每個版本都履歷時一次 他們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好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QTT1精采的分享 再來掌聲謝謝他